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請問知道宇宙生命的真相 一定要知道嗎 好像不知道也不會怎麼樣 日子照樣過 不知道好像不會怎麼樣 知道了又怎麼樣呢 我們請兩位老師回答 這是一個也是很有趣的問題 我們都聽過人類是萬物之靈 所以這樣說是因為我們跟貓狗 畢竟是有所差別 因為我們有智慧想要理解 所以面對了生命的真實相 到底需不需要去理解啊 如果有自覺應該說要去理解對不對 好 可是我曾經碰過一個例子 就是跟他講說 要休息我們要知道有第八事啊 那這一位告訴我說 這第八是1234578 我需要知道我的牙齒有幾顆嗎 我會覺得好像沒有必要嘛 但是就是因為他忽略了 這個第八是生命的實相 其實跟我們的生命如何啊 齊齊相關 各位坐在這裡 不管是你的心情也好 不管你外的命運也好 都緊緊的綁在一起 所以他重不重要 太根本太重要了 所以一定當然要去理解到他 只是有人會說 好像不理解也沒有關係啊 沒錯 就像是剛剛我們講到的 本祭不可知 對眾生來講 他真的好像不可知的本祭 反正也這樣過了 那這樣就非常的可惜 這就像是呢 如果有一個小朋友 那個小朋友呢 就是離家 就是只有自己一個人 但是他就以偷竊為生 撿破爛等等 但是有一個善心的人是說 你啊 你知道我幫你安排一個學校 讓你去求學好不好 好 因為他知道說 對這個小朋友會改變他的命運 可是這個小朋友竟然心裡說 我現在偷竊啊 我可以偷啊 我過生活好好的 我幹嘛這麼辛苦去求學 就像是這樣 他不知道去認 去真的去求學之後 真的會改變他的命運 當然我們在修學佛法 不是只有知識 是需要去實證的 只是說這個對我來講 這是一個很當然的 理所當然的 我們身為人 就要去追尋這一個生命的 真實的道理 更何況 因此才能夠做好 我們的人生管理 是不是 好 以上是我的說明 謝謝 請王老師補充說明 其實這個也是一個很好的問題 那各位朋友 其實我們現在 當下我們可以想想看 到底我們心中最恐懼的是什麼事情 是我們工作不順利 生活難以為繼 還是我們自己身體出問題 生了重病 還是我們諸事不順利 惡意連連 其實這些都不是我們最恐懼的 眾生在心中最恐懼的 莫過於死亡這件事情 我們對我們自己出生已經印象很模糊了 但是只要關係到有關死亡這件事情 不管是發生在我們自己身上 還是在我們周遭的親朋好友身上 其實我們都是避之為恐不及 那為什麼會如此呢 因為我們對於死亡的過程 以及死亡之後的境界 一無所知 這個就是對死亡的無名 所以我們在我們的身心之中 才會對死亡這件事情 有很深層的恐懼 但是呢 在經典裡面 他很很不錯的很棒的地方 就是他教授 用佛法教授我們如何了生脫世 也就是呢 當我們如果知道我們出生是如何而來的 死亡之後又會回歸到哪裡去 那各位朋友你就可以想想看 那我們對於死亡這件事情 還會有那麼樣深層的恐懼嗎 其實經典裡面有教授我們 這個真實心如來賬 是一切生命的實相 以及宇宙的真相 就是這個第八世如來賬 我們的出生就來自於這個第八世 真實心如來賬 死亡之後也回歸這個第八世如來賬 而我們的這個第八世如來賬 是從來不生不死 如果我們藉由經典所教授的佛法來修學之後 找到了這個如來賬 然後再轉移於這個如來賬的話 那我們就可以在現前當下 你就可以體驗到原來我們的生死 其實就是這個如來賬 所以說 為什麼宇宙的真相跟這個生命的實相呢 是這個如來賬 對我們來講是很重要的 那各位朋友可以想想看 如果我們沒有藉由經典教授來修學佛法 而實證這個如來賬 處理生死的話 那我們就會像一般的終生一樣 在往後的生生世世美世之中 其實在心中都一樣恐懼死亡這件事情 無法解脫 那有些因為又要躲避生死 又要又恐懼生死躲避死亡 往往又會造作一些愚痴的行為 進而有時候會 會受人欺騙 欺騙上當 小者則會破財失身 重者呢 也會捨身上命 這個我們在現在的新聞事件的案例中 已經看得太多了 所以各位朋友 我們知不知道這個宇宙的真相 跟生命的實際 就是這個第八式如來賬 到底對我們生命的重要性 有沒有差別呢 這個問題 值得各位朋友 大家好好的來深思熟慮一下 謝謝各位 感謝兩位老師的回答 到底生從何來 世從何去 生從如來賬來 死到哪裡去 還是回到如來賬 這是一個宇宙生命的實相 就是如此 佛法告訴我們宇宙生命實相 第八式如來賬的道理 就是如此 但是很多人不瞭解 有自己的這個真心如來賬的存在 於是迷失了自己 那對死亡也有很多的恐懼 又在這個有限的地球當中 被五欲被六成 所不斷的蒙蔽 所以產生了無量無邊的煩惱 以及無明 就造成了生命無止境的痛苦 那麼在這個生死輪迴當中 無止境的痛苦 如何解開這個生死的謎底 就在如來賬第八式這個法 所以 諸位朋友們 你們想和我們一起探索 宇宙生命實相 第八式如來賬的真理 邁向解脫以及 覺悟的道路嗎 那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們今天的提問以及回答 只能先到這裡 那還有很多觀眾朋友們的提問 如果你們還想進一步知道解答的話 也可以繼續觀賞我們的 一些紅髮的視頻 慢慢的了解 那今天只是初步的 讓大家有一個基本佛法的概念 可是這些佛法的概念 是非常重要的 因為一開始方向對了 後面實證的道路才不會錯誤 好 那時間關係 我們今天先講到這裡 感謝大家 謝謝我們熱烈掌聲 謝謝三位老師 帶給我們這麼一場 知性精彩又豐富 而且具有科學啟發性 但是又超越科學啟發性的一個 一個心靈饗宴 那其實今天我們要 格外感謝佛菩薩的庇佑 因為還好停電是在昨天 不是在今天對不對 好的 謝謝 謝謝大家 那同時也要謝謝各位朋友們 熱情的參與 因為有您的參與我們今天的講座 如此的圓滿與豐富 那我們的這一系列講座呢 之後都會 對 謝謝 謝謝三位老師 我們再次給三位老師 來熱烈的掌聲 我們的這一系列講座之後 都會上傳到YouTube平台 那如果您喜歡我們的講座 請記得跟您的親朋好友們 來分享 讓更多朋友可以認識我們 政絕教育基金會 也更加了解玄奘大師的偉大故事 在這附近的一系列講座 我們會有的一系列講座 在這附近的一系列講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